阿弥陀佛 主位同修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大家继续读诵感应片 我们目前读诵这个阶段 大家就是要持续 所谓读书千变 奇异之限 所以读多了 你慢慢就会体会 读经典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列为经 它是不变的真理 所谓真理就是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 那你接受它 它是这样 你不接受 它还是这样 那事实真相 在我们六道生死轮回里面 就无法避免 善有善保 恶有恶好 那么我们修善 将来果报在三三道 我们造恶业 将来果报在三二道 那么在六道里面 这个是事实真相 就是善恶抱怨 丝毫不爽 不是说 不相信 那造恶业 它就没有抱怨 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见了和尚这些年提倡的 卢家 弟子贵 道家的 太善感应篇 佛家的 十善业道家 那么英邦祖师在世 他提倡了凡世纪 太善感应篇 恩世全书 这三本书都是讲英国报应的 善书 这些善书都是根据三教经典 来讲的 虽然它不是佛经 但是讲的内容 跟佛经的意思是完全相应的 所以施义法里面 病主采取 依义不依义 意思一样 我们就可以依靠 可以依据这个来修学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 我们 现在看到三教啊 如是道 都是 很衰弱 几乎会没有了 因为如是道三教啊 都没有人才 没有这个圣贤啊 出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还是很多人在学啊 学儒家的 学道家的 学佛家的 学佛家的 那我们佛家呢 讲大经大论 也讲的天花乱坠 那道家呢 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我一问啊 这个学道的人啊 他们都知道啊 在看道家是什么经啊 回答大概都是一样 道德经 清静经 那还有这个这个南华经啊 道德经是最普业的 那么儒家呢 四书五经十三经 大部分啊 你问啊 大概 有记住过 如是道三教的 在佛教啊 这个大经 大方拱佛华严经 妙法连华经 金刚经 大圣起信论 这大经大论 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 那么好像似乎 学了三教的人 也不少啊 甚至还有很多著作 出版啊 那怎么说没人才呢 那么这个人才的标准是在哪里 这个标准啊 这个标准啊 就在我们 敬老和尚提倡这三个根 儒家的弟子归 道家的太善感应点 佛家的十善业道经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所以你说 很多经讲得再好 学佛 这个 懂得经文很多 学道啊 那道德经啊 也讲得头头是道 清清经 学卢的啊 这个五经十三经 也讲得头头是道 甚至很多著作 甚至很多著作 但是呢 在生活上啊 待人处置接物啊 他的思想行为啊 跟这个经都不相应 跟经不相应 比如说我们信中协会 大家现在都在读无量寿经 读得了很多 那么 读了无量寿经 读了弥陀经 那么我们是不是 这样去念佛 那这样就能往生西方呢 这个 就不一定了 不知道 那为什么 说不一定呢 我们读了经 有没有去理解那个经的意思 对经历啊 我们有没有 理解啊 对经历理解啊 那我们有没有 依照这个经历啊 来修正我们 错误的思想 言理行为 那么第一个就是不理解啊 那个经的意思是保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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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我们功课做完了 那在生活当中啊 我们起心动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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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实在讲就是造二业 常常去贪生吃 造十二业 贪生吃 我们没有依照经来修行 没有去修 我们念佛人也常常听经 听经 过去我自己也是犯了这个大毛病 听到哪一句我最喜欢的 五丽十二临终一念十念多人去 我现在造二业都还没造那么重 临终我来个一念十念不就去了吗 以前我都自己这么认为 觉得自己很有把握 因为那个五丽十二临终一念十念多去 我还没有造那么重 是造二业都没那么严重 我一定比他容易啊 根据观经讲的是没错 经典是这么讲的没有错 现在问题啊 其实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啊 能不能信念念佛也不能放得下 到临终的时候啊 我们头脑清楚不清楚 心乱乱 这个时候能不能放得下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平常啊 身体好好的时候 我讲得很轻松啊 我过去其实是这样的啊 没问题啊 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体会这么深刻呢 变得三次快死掉啊 大变的时候啊 哎呀 佑神无足啊 望念昏徽啊 所以讲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 那时候你要练佛 提不起来 你在病 在痛 念念 都是在那个病痛上的 你没有心情念佛 你念不出来 念了也没信心 也没感应 那这个当中啊 你就起怀疑了 起怀疑了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 所以一直至于反省 一直反省 哎呀 现在啊 老了啊 有一点点觉悟了 一点点 这个 觉得啊 过去 哎呀 都是错了 错了 总是啊 图一个 侥幸啊 反正临终一念十念啊 这个心是错误的啊 这个不能这样的想法啊 因此啊 我们还是要依照平常佛拍摄 在我们身体好好的时候啊 要努力来断恶行善 那么念佛啊 我们什么时候才 这个有把握呢 念到功夫成片 什么叫功夫成片呢 就是 我们这句佛号啊 能够辅助我们贪症吃慢这些烦恼 给它控制住 但是没断 这个叫伏断 那么我们在净土法门啊 伏断 我们信念念佛就能待悦往生 那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 在这个受伏世界先做到伏断 因为我们念佛念到伏断啊 我们跟阿弥陀就感应了 就可以在梦中见佛啦 定中见佛啦 见到极乐世界啦 要跟佛啊 起感应了 那么跟佛起感应啊 有通了消息啦 那我们 信心就坚定啦 如果我们念佛念了几十年啦 一点消息也没有 那这个自己就有怀疑啦 就没把握啦 所以信念行三支两啊 还是缺一不可 所以现在大陆有人提上 信念就好了 行就不重要啦 一念识念都可以去嘛 那这个跟我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啦 其实啊 信跟愿啊 你真信 切愿要去西方啊 都表现在你那个念佛那个行里面啦 那念佛这个行叫正行 那么正行啊 包括 所有一切行门叫住行 比如说现在牢上提上这三个根 这个叫住行 帮助我们念佛这个正行的 所谓正住双心 所以这三个东西啊 实在讲啦 就是帮助我们念佛啊 达到公乎成片 那这个立平南老基茨在 感令篇图说啊 他有一篇戏文啊 讲到这一段 讲到这个 福福啊 就是说不通教理的一些妇孺啊 妇人啊 小孩啊 如果能俗读感令篇 那么 帮助我们念佛啊 辅助这个佛 就是可以达到公乎成片 因为这个浅显一懂 常常念 常常念自己就知道怎么续 把自己一些错误的 想法 说法 做法 慢慢给它调整 调整过来 所以念佛不改心啊 等于说空话啊 这个 邪入老人命 后继在台中连世啊 给连流开世 就是念佛啊 念念念啊 那有的甚至啊 念了一天一夜啊 念了两天三夜啊 但那个心没改 但那个贪生是那个烦恼啊 没辅住 随着念佛的功夫提升啊 烦恼也同步的提升 甚至烦恼提升的比功夫还高 这个也 我没有看过吧 所以我们修任何法文 都离不开啊 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我们不学啊 所以讲啊 这次念真念了 往生没把握了 看临终最后一面能不能提得起来 比如那个时候提得起来 放得下 信念念头 如果头脑轻腹 有善知识旁边 助念提醒 那是可以往生 但是呢 总是没把握啊 那么要有把握啊 我们平常就要修啦 不能等到临终啊 图侥幸的心啊 往往可能就空过了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大家在这里读感应篇啊 这次不但啊 是求我们现前啊 一些人天福报 但是我们不求 是求啊 临终啊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如露禅定 那自在往生 求这个 啊 我们是求这个 啊 我们不是求做仙啊 啊 所以 这个道家做仙啊 啊 仙还在六道啊 不求见 啊 我求做佛 那才求见圆满 啊 所以我们这个不能疏忽啊 啊 我们疏忽 三教啊 啊 都要这个基础啊 啊 那么我们现在三教啊 其实都要学啊 啊 地址归感应篇13月 这我们敬老和尚长讲 如果有地址归感应篇这个基础 地址归讲 伦理道的教育 包括世书的伦理 啊 这个这个大协 忠有 孟子 都是讲伦理道的 表演 那么感应篇啊 安事全书 了含世青啊 叫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啊 补助 伦理道的教育 因果教育啊 补助 伦理道的教育 特别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 那只讲伦理道的可能 遇到那种境界来啊 还是没办法的 那伦理道的啊 就叫 你说 你不能贪 贪是小人 不贪是精子 那境界没现前 哎 知道自己要做个精子 不可以做小人 但是那个境界现前啊 碰撕不了 贪心起来 也继续 就 还是贪 那么如果 为什么贪呢 得到好处啊 得到利益啊 但是他只看到利益 没看到那个害啊 我们老普通讲 利害 利害 这个讲利害 利益 后面有个害在 你不能只看到利益 没有去看到那个害 那这个好像 舌头啊 在刀口上甜蜜 那个刀啊 很锋利的 上面涂了蜜 哇 他那个蜜 没有看到那个刀 在那边 结果一天啊 舌头割破了 田头是肠道啊 但是舌头割破了 那肠道那个田头是利 舌头割破 那个叫害 只想到利 没想到害 那我们取利 要合乎义 合乎义 合理的利 我们才能取 如果 非义之财啊 感灵圈讲啊 如肉腐旧鸡 镇酒止渴 非不赚饱 死义即自然 你取那个不合理的钱财啊 你不但得不到好处 你还会啊 遭感灾殃 实在讲就是 得不偿失 你得到的 没有办法去 抵偿 你失去的 那你算一算啊 算盘算一算啊 那你还会去 起灰之财吗 不会啦 那现在全世界的人 为什么都在起灰之财 他迷了嘛 那实际上啊 那个抱怨也都在眼前啊 但是他没有毒啊 他就一天到晚还是 迷惑颠倒 他还是相信他自己的感恼习气 越有越造越重 那将来都到第一区了 三二到老 促生二个第一区了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 一定要这么看 这么读 所以读经 我们 一直读 一直读 就是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早上读一遍提醒 晚上读一遍是 反省 所以我们多读啊 慢慢啊 就会有体会感受 然后在生活上啊 人事物啊 你去观察 你慢慢啊 随着你年纪的增长 你的阅历 多了 人看多了 事情看多了 然后经典来对照 你就越来越清楚 越明白了 的确啊 是这样的 那么信心啊 就越来越浅点了 那帮助我们啊 念佛情深境度 没有障碍 所以还是在平常啊 就有功了 那这个 我们大家要记住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祝大家 不贵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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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